不少常看我节目的观众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为什么多数灵异探险家均会选择于夜间进行探险活动呢 不仅如此 他们中的很多人又为何会偏偏去选择在拍摄灵体时使用较暗的光源 而避免使用亮度较高的光源呢 难道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方便探险家造假或者故意营造恐怖气氛吗 我想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灵体果真存在的话 那么他们的活动范围活动时间以及被感知的方式极有可能和人类全然不同 虽然有关灵体的一切都尚未得到证实 但我们依旧有理由认为 与偏爱光明的人类不同 灵体更加倾向于拥抱黑暗 这或许也是很多探险家在偶然间拍到灵体时 这些灵体通常会迅速避开探险家的光源的原因 假设这种说法成立 那么灵体又为何会如此畏惧 在人类看来代表着爱与希望的光明呢 对此你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因为我是非常人类 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三个教你在停水时如何用冷汗洗澡的恐怖灵异影片 现在请屏住你的呼吸 我们开始了 第三个 自从频道设立以来 台湾灵异探险家秦明曾为大家带来过无数精彩绝伦的恐怖灵异影片 而在所有这些影片中 最让秦明感到后怕的当属接下来的这支影片 这支影片被拍摄于2019年12月 影片中 秦明独自一人与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来到了一座废弃KTV内 通过观察墙面上的碳黑色痕迹 我们不难发现 这座KTV曾在一场火灾中被烧毁 虽然秦明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了 但歌舞厅内的煞气依旧使得他将警戒心提到了最高级别 据秦明所述 在这座KTV内流传着很多难以被证实的传言 有人说 曾有人因为吸毒过量而丧命于此地 还有人说 在这座KTV被荒废之前曾有不少社会青年在此打架斗殴 其中不乏有斗殴致死的恶性事件 为了尽最大努力证实这些传闻的真实性 秦明开启了EMF灵体感应设备 而在他紧张的向前车灵体提问的过程中 他得到了这样的回应 那再来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这样逃跑来这边的时候 我们有查询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有可能是吸毒过量而往生的人 想请问一下 这个是真的吗 若是真的话 可以麻烦摸一下里面的器材吗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秦明没有料到的是 在往期探险中 通常会以无动于衷的姿态 应对他提问的EMF灵体感应设备 这次却出人预料的 立刻对他的发问做出了清晰的回应 而在秦明发出第二个提问后 他得到了相同的答复 我去我的朋友告知 这个地方曾经有人 因为酒后乱性 斗殴把人家给斗死 想请教一下 那个被斗死的人的灵体 是否还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麻烦给我一些反应好吗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在巡视KTV内各个包厢的过程中 秦明向我们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在此次探险的前不久 他的一个朋友 曾与某个白天独自来到了这座歌厅内 在他在一间洞窟装饰风格的房间内巡视的过程中 他听到了一个清晰的敲门的声音 寻着这个声音 他来到了一间化妆室的门前 也正是在这时 他隐约看到 门的后面正站着一个人 在秦明向我们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 他也缓步来到了这间化妆室的门前 为了探明这个房间的诡异传闻究竟是不是真的 他战战兢兢地敲了敲门 于是 那我现在试着敲门看看 有人第一个吗 有人那位给我一些回应好吗 谢谢 对啊 没有声音 清明原本以为 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回应的 但没成想 门的后面却再次传来了那个令人寒毛直立的敲门声 清明勇敢地打开了这个房间的房门 但除了遍布一地的碎石 以及一片残垣断壁的景象之外 他并没能发现任何人的踪迹 很快 清明再次开启了EMF设备 这次他提问的指向性十分明确 探明刚刚的敲门声究竟是否来自潜伏在这里的灵体 这次他得到了一个让人出乎意料的答复 然后重点来了 我刚刚 因为我的朋友告诉我 他之前来这里的白天 在这个厕所 有听到好像敲门的声音 那我刚刚来这个地方 我敲门打个招呼之后 既然里面有人回复我 那个一定是你们吧 是的话不要客气 给一些反应好吗 谢谢 一只惨白色的手掌 缓慢地贴在了化妆室的门玻璃上 比起人类的手掌 这只手掌更像是一具 只有骨骼而没有肌肉的骷髅 那么你会如何理解 这只手掌连同清明遭遇的 诡异敲门声呢 解释权在你的手中 如果你曾经历过超自然事件 或者你觉得有哪些内容 可以出现在我的节目中 欢迎将你的视频或链接 附上描述 发送至以下邮箱 我们继续吧 第二个 这只视频由沙乌地阿拉伯林 探险家哈萨上传一几天前 视频中哈萨之身艺人 于深夜时分来到了一座 处于人际罕至的荒野地区的 废弃建筑物内 和往常一样 在探险开始之前 哈萨将手机镜头对准自己 并事先向屏幕前的观众 说明本次探险的详细情况 但在哈萨专注的讲话的过程中 本次领域探险的主角 悄然地来到了他的身后 一个一次小男孩的黑影 悄悄地出现在了背景处的黑暗角落中 几秒钟后 这个黑影再次将自己隐蔽了起来 整个过程中 哈萨都对这个神秘角色的出现 浑然不知 但没成想 还没过半炷香的时间 那个来自异世界的男孩 上半身着黑色衣服 下半身着深红色裤子的小男孩 进入到了画面中 这个男孩似乎正在不远处 冷冰冰地指示着处在对面 还会从惊恶中缓过神来的哈萨 与此同时 哈萨试着使用阿拉伯语 请求对面的小男孩不要移动 以此期待着能够与他进行进一步的交流 但遗憾的是 小男孩依旧缓步离开了画面 哈萨见状立即追了过去 但此刻 小男孩似乎早已经消失不见了 既然如此 哈萨只得无奈地继续着探险的步伐 大约一分钟后 这个景象呈现在了哈萨的面前 一个和刚刚的小男孩形成鲜明对比的 另一个一次成年男性的黑影 再次出现在了画面后景出墙体的后面 但当哈萨再次迅速地跑到黑影出现的位置时 他却依旧没能发现什么 那么这几个神秘的黑影究竟在躲避些什么呢 伴随着建筑内灵异活动的见识增多 周遭的环境带给哈萨的压迫感也变得越发强烈了 这时哈萨的呼吸变得更加急促起来 他不停地大声祷告着 祈求得到神明的庇佑 遗憾的是 神明似乎并没有针对哈萨的祷告 给出任何明确的回应 但一个难以被归类的声音 此时此刻却开始从不知哪里传了过来 背景处传来了一个难以被辨识的声音 乍听上去这个声音有点类似狗肺声 但直到空荡荡的走廊内再次响起同样的声音 我们才几乎可以肯定的说 这个声音来自某人的尖叫 这会不会是一个试图将哈散劝离这里的信号呢 在探险即将要接近尾声的时候 原本已经消失不见的小男孩竟意外地再次现身了 在 резzing目ikut工人里망做 fallen 叫我们 пож灭傷的留言 叫我成功 مおっ 跟 Peyez common 叫我起来 有吉非常 serious 有吉那件在哪儿 眼 değil 寄 lekker 扯 kids 扯 kids 扯 душ 扯 虽然哈萨依旧没能捕捉到这个小男孩的半点踪影 但在本次探险的最后 小男孩竟然开口讲话了 终于哈萨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这个小男孩其实是久居在此处的Jane 他化身为人形并出现在哈萨的面前 正是为了警告哈萨 此地不宜久留,请尽快离开这里 否则将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 虽然我们无法验证这支视频的真实性 但假使这个小男孩果真是Jane的话 那么他就如同我之前的影片中提到过的善意的Jane一样 他的存在并非为了危害人类 而正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在他的帮助下 成功地在代表黑暗与灾难的悬崖边后退了一步 并折返回了安全的地带 那么,对于这支影片,你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第一个 俄罗斯01探险频道Dark Ghost Paranormal的频道主 于大约一个月前的某天深夜 独自来到了一座飞机宅邸内 据频道主所述 这座宅邸内已经有超过15年无人居住了 有传闻说,这里曾是当地的一个女巫之家 举行葬礼仪式的场所 在这15年的光阴内 虽然极少有人造访过这里 但凡是曾经来过这里的人 都会不约而同地说出这样的一句话 这里有十分明确的灵体活动的迹象 频道主在这座宅邸的其中一个房间内 架设了两架摄影机 并安放好了电子厂放大器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随即离开了这个房间 很快摄影机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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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